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林会长介绍了一些中国国内对于海外的华尔华侨 对于美国当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支持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中国的疫情好转之后 中国真是竭尽全力来帮助有需要的一些国家 包括美国 那么在美国纽约州最缺少呼吸机的时候 第一批1000台呼吸机是从中国上海起运的 那么我们加州的州长纽森 也在中国订购了一些抗疫物质 主要是供给医护人员的防护 那在美国疫情当中 因为我们亚裔也好 华裔也好 确实由于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那么在最初出现了很多歧视现象 促使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华裔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一些思考 其中最近这几天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热议的 就是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杨恩哲先生 杨恩哲先生在前几天在华盛顿优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实他这篇文章谈的是身为一个亚裔 在美国的疫情当中的一些感受 他可能也感到了有些人对亚裔不太尊重 不太礼貌 他在文章当中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大体上意思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身为一个亚裔 他感觉有一点羞耻或者羞愧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些争议 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亚裔 究竟如何在美国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像杨恩哲在文章中提出的 我们要喝可乐 我们要吃汉堡 我们在美国社会生活当中 要表现出一种美国化 还是我们就是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就要发声等等 这看法是不一样 这个林会长 你怎么看这样一类的问题 杨恩哲参加这个今年美国总统的这个大选 作为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拼搏了一阵 这还是可能在亚裔 在华裔里面还是第一个 所以当时也引起了震动 这次联邦政府拨款2万亿 说每个人要发1000块钱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受到了杨恩哲 当时竞选的口号的影响 因为他当时就说 要每个人每个月要发1000块钱 所以他学数学的 好像数学算数算不错 所以当时他这一条 竞选总是要有一点新颖的东西 所以在他这个竞选过程当中 大家只记到两件事 第一 杨恩哲是一个华裔 第二 他要发1000块钱 现在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特朗普替他完成了 要发钱了 至于杨恩哲 因为竞选美国总统 首先是要在美国当地出身的 所以杨恩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美国的华裔 他出生在这 生长在这 对吧 那么至于他的家庭 家庭好像来自台湾的 这个过去的生长 过去他这个父母的生长的出身地 也已经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他最多是在家里受一点父母的影响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 从他的思维 他的举止 等等各方面来说 他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 那么他这一次 虽然他是个美国人 但是他是黄皮肤 黑眼镜 所以他这次说 他有点羞愧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 网上争论也很厉害 像他也在这个谈到羞愧的时候呢 他加了一个 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能把它给锁定 比如说 他这个例子是这样说 就是说 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日裔美国人 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也会感到羞愧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吧 有些人往人家蒙把手上吐吐 有些人呢 这个到处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不是说前一段 是最近有人抢购 还在视频上 在那说 就是要把它买光 有人到那个超市里去买东西 挑挑拣拣的 是吧 在那一边吃着草莓 不是一边吃羊 那个叫什么 一边吐着糊 对吧 这些事 确实我们感觉到是羞愧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族类 对吧 但是呢 他呢 我觉得 杨因泽的这个意思呢 意思 隐含的意思 这个病毒是来自 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他呢 感觉到羞愧 那么在这一点上 可能很多人不能苟通 因为现在这个病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待与科学家进一步去研究 是吧 发生地是中国武汉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病原 病毒到底从哪里来 大家现在还在 科学家还在深究 所以他呢 说了这番话以后呢 如果他是一个 纯粹的白人 或者是一个黑人 对吧 或者是一个墨西哥人 可能他也说不出这番话来 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番话 还是和他的肤色 和他的种族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以后 大家就有点不干了 对吧 觉得这实际上是把我们华人和这个病毒 有联系在一块 说的难听点 好像就是我们华人 把这个病毒带到美国 然后把这个世界给祸祸了 对吧 当然大家就不同意了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现在的看法 就是说羞愧感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 对吧 支持着敬呼勇 就是你知道 有的羞愧感 有时候实际上是自我反思的一个过程 但是确实证明你是做错了 对吧 那么我们不能因为 而不能因为我们的肤色是黄色 而有受愧 这个就不对了 对 就跟我们有一些黑人朋友也曾经说过这个 哎呀 我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肤色我在美国社会 深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 很羞愧 所以要把自己的肤色要变成白色的 过去有过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对 那么我觉得没有必要 从美国的整个大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奉争和努力 所以整个社会呢 应该说是特别宗重族裔的平等这一条 对吧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话呢 他这个文章呢 发表以后呢 可能产生的效果不是太好 对 这个 其实实际上呢 美国正如您刚才讲的样子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是由多族裔构成的 所以每个族裔的个性呢 你不能自己给自己抹杀了 那什么是美国人 其实美国人就是由拉丁裔了 由华裔 由这个白人等等 由不同族裔组成的 所以作为这个华裔来讲呢 或者亚裔来讲 在这个强调 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呢 你不能把自己的族裔的特征呢 给抹杀掉 所以呢 这个其实这个 另外呢 这个有些人呢 也批评过这个杨恩哲在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在他的眼里呢 这个还是华裔也好 亚裔也好 他是以一种这个刻板的印象 来这个表达给这个其他族裔 比如说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他好像跟谁说的时候 然后就说 你看我认识很多医生 为什么我能认识很多医生呢 因为我是亚裔 那么这个潜台词就是亚裔呢 很多人都当医生 就是把医生 这个和亚裔联系起来的 这种联系里本身就是对于一个族裔的一个刻板化的一个印象 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 那么杨恩哲呢 当然了这个林会长刚才也谈到了 他本身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人 那他对这个族裔或者对这个亚裔对这个华人这种移民一个经历的过程呢 他本身呢可能还不是体会的那么深刻 不管怎么样 发生了一些这个歧视亚裔的现象 我们再请这个林会长来分析一下